为了庆祝10月25日清洁队员节 而新北市环保局就特别举办了颁奖典礼 而市长侯友宜也亲自来出席 并且表扬了108位的年度机优清洁人员等奖项 而市长就非常感谢队员们的辛劳 在疫情当中是不畏的艰难来表现 而在今年表扬的108位年度机优清洁人员的奖项之内 其中新庄区的吕明泉 还有蔡春玉两人都是在清洁队服务超过有20年 只深获了长官的肯定 10月25日是清洁队员节 新北市环保局特别举办颁奖典礼 并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表扬108位 年度机优清洁人员还有机优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等奖项 而对于清洁人员整年辛劳及在疫情中不畏艰难的表现 让市民生活更安心侯友宜表达感谢 防疫的过程真的很辛苦 垃圾量增加三四遍不说 只要有一个确诊个案的足迹 大家都要去消毒 你没有去消毒 民众的内心就惶恐不安 清洁队消毒过以后 我们要这样去的环境有更好安心吗 清洁队人员办得起让人家安心的角色 永远是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在很多人看不到的角落 默默的作息 看到你我真的只有一句话都封一句感谢 在新中区部分则有吕明权及蔡春玉等人 他们在清洁队服务超过有20年时间 而陪同前往参加表扬大会的队长也说出了 同仁们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 深获掌官的嘉许 仁货班奖项大家都很高兴 清洁队人 所以总共年资是将近24年了 当然继续也是为了工作 也是会继续做 一直维持下去 在环保级差不多快30年了 这样也是蛮高兴的啦 其实每一位同仁 他在线上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努力 那我们也是说 很期望说也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这些更优秀的同仁 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贡献出他的一些辛苦努力的 环保局表示考量健康安全为优先 今年因应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无法举办大型节庆活动 而北洋大会特别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为主题 表现出新北市清洁队员们在疫情的威胁之下 除了善尽原有的职责 更是担任起新北市环境清销的重责 希望市民不另给予他们掌声及鼓励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感谢观看